香港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成绩 昨天正式出炉 由警队出身 曾经担任香港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 当选成为香港新任特首 准备接报林郑月儿的位置 那作为唯一的候选人 李家超当选毫无意外 更以高达99.4%的高得票率 创下了史上最高的记录 然而这场史上最高得票率的选举 就是引来了欧盟的抨击 认为选举违反了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原则 更进一步瓦解了一国两制的原则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他就说 中国和香港当局应该遵守对国际的承诺 以普选的方式来选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成员 不过北京学反驳了欧盟的观点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坚称 香港本次的特首选举 公平公正也是香港实现由乱导致重大转折之后 再一次成功实践了新选举制度 有广泛的社会参与 更是民主的充分体现 对于欧盟的指控 中国认为这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面对中西方之间的争论 李家超就指出他会继续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 高票当选香港新特首的李家超在发表当选感言时表示 他将坚持全面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 虽然李家超承认香港在未来五年将面对各种挑战 但他承诺会勇于担当责任 引领香港向前迈进 尽管李家超以高达99%的支持率当选香港新任特首 但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每个香港人都买单 在投票场外有人手持横幅高喊口号 要求当局实行双普选 尽管示威人数只有三人 但警方还是大阵仗地驻守在外 以防任何事故发生 无论如何 李家超将在今年7月1号宣誓就任 他在当选后也和原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商讨交接内容 其中包括重组政府的提案 香港防疫工作 以及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的庆祝活动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个审则进 Schnelle 有成石的拜址 发生了艺术 世界上有一个厚 Executive